瑞芳区连心里的威远庙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 由于威远庙的位置是面海 因此这座庙也成了渔民们在航行的时候的一处坐标了 已经建庙38年的威远庙 最近在地方信众的捐助之下 把庙的里里外外都进行了大翻修 6号这天重新把神明迎回了神座 尤其是光彩夺目的庙题彩绘更是让人惊艳不已 为在水南洞的威远庙 园址是在里乐炼童场一带 后来因为要兴建炼童场 在地方人士辗转寻觅地点及高人指点之下 最后落脚在连心里面对阴阳海的位置 威远庙多年来已经成为地方重要信仰中心 但因为面山靠海 庙体逐渐老旧 在地方信众资助下 威远庙在近日也重新彩绘壁画 没有啊 有的人先说关出来 人心心的人关出来 有30万 2个35万 1个40万 还有10万 5万 3万 2万 都这样关出来 大家关出来 钱 现在所有从这个 这个 这个 刷这个 这样 70万 还有 经理转 都 不知道 险外面 都 都要 8万 这样 好啊 怎么说好 好啊 重重 更新 老子 都 正在平安 这样就真好 今天将神明重新迎回庙里安座 重新彩绘的壁画光彩夺目 还出现少见的大象雕饰 当地奇老表示 当时盖庙 有风水师建议使用 有巩固乌梁 香火鼎盛之意 非常具有巧思 也成为威远庙的一大特色 威远庙已经跟建庙 已经38千年 今天刚才你这个 用事结人 这个 我们人自己的 找到 都安装 我们很容易 就 有邀请到 议员 固定 跟我们 那个 防博馆的馆长 跟 我们这个 幽伦 神谷 来这 跟我们 打过 那这几年来 包括我们当地 黄历长 包括我们在地的 我们黄租会 都相当的用心 把整个威远庙 除了平常 我们民众在这边聚会以外 那他们的共餐 也在这里举办 也定计在这边举办共餐 地方这些热心善心人气 大家出钱出力 一起把这一座 这个38年的 这个威远庙 来做一个翻秋 那他都保佑我们 当地的渔民 出海都平平 那也都有这个 很丰收的一个渔获 创庙齐勞表示 想起当年建庙的过程 虽然很辛苦 但现在看到后人 承接打理庙物 香火鼎盛 庙的里里外外 也焕然一新 心里感到很开心 今天开光大典 还有幽人神谷驻镇 再加上地方人士 到场共襄盛举 让场面热闹非凡 谢成威 瑞芳采访报道 你也可以发生了一个